進糞納爐抵渣進來 百姓不可以進嗎 你只要地方自治法 所有的地方自治法通過以後 他們尋地方自治法的所有的程序 我問你們啊 你們要不要讓他們進來啊 說不可以喔 這是解決我們雲林縣的問題 沒有這回事啦 糞納爐抵渣 雲林縣 可以再用另外一種方式 去解決啊 所以說現場 我要告訴你的就是因為時間也到了啦 必須透過專業人士去研議 相關去探討 到底要什麼 不要把它載回來雲林縣 把分化爐抵渣如何 有效的再利用 在當地再利用就好 不要回來雲林縣 我相信這是 可以說 這個分化爐抵渣啊 你如果一直持續再來雲林縣啊 我相信啊 萬年幾萬啊 因為大家都待在雲林縣 這塊土地啦 三年關兩年末 我也沒有定在做議員啦 但是我覺得 我有這個義務啊 要去監督這塊土地啊 因為這塊土地是我們 粉飲人啊 可以說啊 整四人包括我阿公 包括所有的人 生生世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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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代 都在這邊居住的一個好環境啊 我不希望一個錯誤的政策啊 讓所有的雲林縣所有的土地啊 遭受到污染啊 好 謝謝 啊 尊敬就是我們林聖傑林議員喔 很強調說這個我們分化爐的抵渣喔 的問題喔 如果我 我有聽黃保教長在說我們 要制定一個自治條例齁 啊 希望到時候制定自治條例的時候喔 啊 再做一個深入的探討 請黃保教長再向台會報告啦 啊 我們再來請段鎮龍議員 謝謝議長 啊 館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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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館長 館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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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館長 我對這三個問題喔 拿出我的請見啦 我第一個先說這個 台灣燈會的成果 其實辦這個台灣燈會喔 真正是 喔 不是只有郭北斗 當然就是我們婚姻館 要做大事 過去婚姻館 將來也不辦這麼大的活動 啊 本來啊 新委郭北区的議員 感謝李館長和所有團隊的用心 但是這個燈會的經濟效益 有人風聲說有一千億的經濟效益喔 其實你如果在郭北斗裡聽到喔 其館長的面長 有面長的看法啦 啊當然 來參觀的人次 一千三百多萬人吧 這也是喔 由我們婚姻館民喔 來做的論斷啦 喔 因為一般人聽到都覺得說 這數字有比較多啦 啊當然 這 燈會 喔 當然 你說百分之一百 辦得做完美 其實喔 其實喔 有覺得一點喔 喔 就是說喔 燈會進行的這個工廳 做得太極章 太草率 其實 其實 本社也 頭部工廳 是啦 在 古年的時候 辦這個燈會 本社就一直在議會 拿出這棋 覺得燈會這個工廳都 已經 剩一百天 開始在燈當 當然 我在這裡 聲明 這 燈會工廳 誰做的 我不知道 一定 本社都沒有概率 但是所有做的 情形呢 其實我去參加了兩次 兩次 我們都有剛才的館長 實在說 我看了 以我 頭部工廳的 館長來看 我是覺得 有一點 和館長你 就有一館長的理念 一直強調 PM2.5的傷害 這也有相關 就是在燈會 在 地面 不會負分工 我相信不知道 我們議員當然 有看出這個問題嗎 所以你 每天 還有你 燈會期間 到晚上 水都洗一洗 過天天也是又去粉 所以 應該 管政府 也有很多 淘寶專業的 局處長 我相信不知道 我拿出這個議題 誰 要反駁 所以你們 就是都默認 當然 你說 這是 我看了 是覺得 這是 看了 不應該發生的事情 但是 從 開始燈會進行 你們 會很草率 因為 你說 工廠 大家都知道 假設工程 人家看來 設計3,000 2,000 空空空的就好了 放駁 越少 氣氛越嚴重 所以 來 我們 公務處長 第一 透過建築專家 你要回答一下 有這個情形嗎 議長 請我們公務處長 你剛剛回答一下就好了 這是我 幹部處長 本事說的有這個情形嗎 謝謝主席 那跟議員報告 議員說的那個 PC的鋪面 那個部分 在我們停車場工程是沒有 大概 你停車場就都 都 只都土而已 你給我 我現在是說 主動區旁邊的地板 你不要把它顧著 那個部分是不是 請 水利處 那個主要的 拜託 你總不可能 你都不要去 去 場地的範圍吧 呃 議員說的這個狀況 我並不清楚 喔 你真的 很會做工的 真的 我真的不清楚 你說的那個狀況 你再說下去 我就真的覺得 聽說 我們要摸著良心 來 講這個屬性 一般RC 焦灌工程 會有這種情形 就是一定要講屬性 是 有這個很兇嗎 呃 一般RC 焦灌工程 養護不好的話 會有這樣的情形 你總不可能 你看到沒有啊 那這個部分 呃 在我們燈會工程 公務處負責的部分 並沒有RC 這部分 啊沒有哪一個處負責的 你回答嘛 哪一個處啊 呃 燈區的部分 是由水利處負責 好啊 你請一下 請水利處長回答一下 請 議長請 請水利處長回答 請水利處長 謝謝議長 謝謝議員關心 呃 燈區這次的一個 一個 設施 是由水利處來負責 然後在這次的燈區 總共有 大概鋪了 差不多十六 十八公頃的一個鋪面 然後包括就是 有RC PC 然後我們睡死機 還有木杖板 等等鋪面 主帝剛剛回答一下 有 本學講的這個情形嗎 有 有 有嘛 所以這當然是 工程館 就是一定的造型 無主義的所在 當然你說 婚程館 要再辦燈會 的機會 可能 不知道再幾十年以後 啊 啊當然啦 我個人也想說 有請媒體在賣說 有一千億的效益 最好媒體再搬 這樣婚程館不才會 脫貧嘛 會脫離貧窮的縣市嘛 但是一定是不可能嘛 館長 我是 針對這個議題 是 公出 工程館的問題 啦 啊當然 工程館 工程館 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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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當然 希望說 你們把這家的 缺失 你們要把 美女的 主辦單位 翻譯一下 工程不用做到那裡 幹 對不對 做到那裡幹 真的齁 這大庭面齁 會變成大洞 所以 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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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屆的經營就對了 這樣 你請坐 再來齁 第三點就是 等會的經營 是 攤會 幾位 齁 應該也是 有問題啦 啊當然 我相信 你們都聽到基站的歡迎 我是代表說齁 基站 有在說 萬元啦 感覺說齁 所以我就覺得很矛盾耶 帶來那麼大的商機 結果 在裡面做生理的 又沒有賺到錢 齁 這也是很矛盾的地方啦 齁 當然這 這 這 就讓我們 官民和所有 齁齁 甚至我們國民 來做一個評斷啦 齁 這個官長 你要接對這個回答 啦 再來第二 就是前瞻性計畫的 這個問題 這個前瞻性計畫齁 齁 我看你們送的這個內容 裡面有 霧代室傳習中心 我會記得這 四五年前 台所都已經 關十億裡面的 價位 你們再來列入 全山性計畫裡面 齁 再來 雲林的大良昌的計畫 我所聽到的 既然聽到的 齁 我們雲林的官政府 是沒有支持的 齁 啊 怎麼又列入這個 大良昌的計畫 再來 宜武至宏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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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上面就去回覆過了 也做好了 還是要做第二級 那 這年去回覆的時候 林宏川處長在處定的時候 那是這個宜武至宏池 怎麼還會再列入大 這個 所以你不怪 婚姻官 官政府在進出這個經費 給外國說 就在辦回覆 齁 所以沒有用心 啊 這裡面誰說 很認真在進出經費 不然因為回覆 齁 才沒有用心在進出 結果你看你們府委員 你的內容 自打嘴巴嘛 這有的做好的東西 你還要去政府進出 這這樣會 中央齁 對我們婚姻官政府 會把我們 看見啦 啊 所以 宜武至宏池做好了嗎 這可能 水利處長你的業務齁 議長是不是這麼 處定來回答一下 請主委處定 宜武至宏池做好了嗎 謝謝議長 大家議員報告齁 宜武至宏池目前是做好了 不過現在目前做好是水利的防洪設施 他的防洪一些是防洪 他也沒有去科路 警官和公共服務設施 啊 我們未來是 要到 希望他變一個 就是油氣休閒設施 造成一個 休息景點 所以就是要去做 景觀的 相關的休閒工程 這樣 你原來設計的防洪 你現在要怎麼改改 欸 報告齁 那防洪我們看去 目前有改成的 因為之前有防洪 阿修沖沙的 設計舒適啊 啊你現在你說防洪的問題 你要怎麼改改 大院報告齁 因為防洪在公共面前 防洪的時候 是沒辦法去戰鬥的 所以 那些部分 有去用一些複波工程 去保護 啊 之前會不會這樣做 是因為那時候合定的經費 就是沒有合定相關主額的經費去執行 所以我們在後面還有後續去爭取 經費去改善 後續爭取經費 好續爭取經費 那保衆你有給它法款嗎 我知道 不是你進來的啦 我現在就問他 董切西茅議員 董林 這支只以智宏池 施工的問題 應該 你也都單立 局處長 是 你以後都聽了解釋 不夠主持的 我也尷尬設計廠商 為做出發的動作 你說怎樣 營造廠商怎樣 設計廠商啊 設計不夠完善的 也有EA去跟他做出發 營造廠商有事 你本來都要塑造營造廠 設計當內說 你們當時就要設計這樣啊 對不對 現在呢 到底是誰的問題 不是一直用公共的錢 一直在彌補過去的錯誤 過去的錯誤 是誰都不可以去抓出來 到底是設計還是營造廠的問題 設計有出事 營造廠我們也針對他保固的 他有一些 他該進的責任的進負 也是 你跟他靠負責 我不是在替營造廠說話 我是認為說 你們紀念列入這個計畫 過去這些問題 你們有得抓出來嗎 你們不要跟他靠負責 這都你的業務 你不可以說你不瞭解 你跟他靠負責 比例是靠兩次 最多的手禮 我沒有記在前面 我還要對查 已經有扣了嗎 對 已經扣了 他認同嗎 買款都靠負責嗎 這我最多還要查 因為我對這樣了解 那時候已經收完 還是有靠責 待會靠多少 我對還要查一下 你現在要說有靠責 事後查到沒靠責喔 這點不行 因為我有看過在除了 比較少有靠責 那靠責 你應該要做清楚的啊 這 大家都很關心的案件 對不對 哪有可能說 靠多少 你不瞭解說 對不對 這應該是 請說大家兩聲 但最少的理由 為了對議員的尊重 我讓我查證之後 他讓議員再回報 好嗎 好啦 讓你查證 處長你請坐 再來就是大良昌的計畫 這要請我們館長 來說明一下 請你館長 請你館長 我們兩邊 剛才議員所接問 一個是寶貸魚傳譯中心 一個是大良昌 在寶貸魚傳譯中心 我們來的有一個價位 那是6X 6X這個價位 我們已經在接行當中了 在接行當中 不過這人是起來的時候 如果做一個地方級的場館 也許是足夠 我們的企圖 不是只有地方級的場館 我們也可以提關到 國家級的場館 就對了 如果要國家級的場館 只有這人會是不夠 所以我們提報計畫 希望爭取文化部 這邊可以跟我們一起做 甚至將來 就把它定位為 國立的雲林布袋西傳譯中心 所以有些後續的二期三期的計畫 那這部份要把它列入到 這個前瞻計畫裡面 要去證書 不是說有了 你們就在這邊 怎麼又去 陰陰陰陰陰陰 不是 那表現出我們的企圖心 就對了 那這一點其實 創英文總統 他有很具體的回應 就是要求這個文化部 因為文化部 他剛才有一個 這個價位性的這個補助專化 聽說差不多一兩百億 那是適合我們這個目的 是有適合的就對了 這部份我們繼續來努力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 大良長 我覺得很奇怪 哪有人說什麼 我管政府不支持 我所知道的點頭是 有人不想管政府去插就對了 為什麼不想管政府去插 就是說 因為這必須要把台藏去做土地 就對了 那有人懷疑 有人偏向說 八成 才是團體 直接把台藏拿土地 不用再經過你管政府這樣 如果如果是可以這樣 我們也很歡迎 我們也很歡迎 台藏跟農民團體 也好 個別的農夫也好 他們去打客戶 去做土地 不過台藏他的這個政策 他是不會跟個別的農民 或者團體去打出 他必須要透過台藏政府就對了 所以台藏政府不是不要插 台藏政府我拿出這個機會 但就是我積極要來擋去這個積極就對了 台藏如果願意直接給農民 我沒有意見 台藏如果不直接給農民 一定要透過地方政府 我也不會迴避 是這樣的意思 官長你講 我先講布袋藝傳奇中心 你就是國際會議中心 你沒有要去 這當然也會去 有一些政治效應 所以你要去去布袋藝傳奇中心 但是那如果是二期的 因為你說布袋藝傳奇中心 還沒去的 你部的價位這樣 會讓人家有錯覺 對不對 這個已經在過期都有經費了 沒有啦 這都很清楚 你現在是這樣喔 我一再的 我在選舉的時候 我就提出這個構想 就是說 他願望布袋藝傳奇中心 能夠成為 提高到國家場館這個改戰 一定都有這個想法 當初是正在管頂 做這個布袋藝傳奇中心 還配合國際會議中心 他的想法也和你一樣 就是要帶來人潮 所以要有一個會議中心 甚至商務旅館的價位 當然管頂 你有管頂的生活 本事都尊重啦 但是 希望說 你們在補這個價位 送給議會的資料 應該問這麼草率 因為我們一看的 覺得這人要重複 已經重複了工程 管頂這點是不是說 當然要希望說 你如果有這麼好的理念 是不是說 文化處 把布袋藝傳奇說 你家裡要做幾基 齁 把資料送給台肺 這樣好嗎 管頂是名 交代文化處 好 再來大糧倉計畫 其實台肺是很愛給你們管政府插 因為他們不要有決定 但是所聽到的是 當然我聽到不一定是健康 所以今天才要請到管頂 管政府不去推薦這個決定 對我們農業發展 對我們農民有幫助的東西 我們絕對會 勇於承擔 其實大家要把台肺拿土地 主要就是說 平平公共的單位 土地取得更方便 其實我們現在 農地秀庚也很嚴重 也這麼多 你們那些補助也這麼多 為什麼你做這個大糧倉計畫 這當然有每一頓的總幹事 有那道南頓的農委總幹事 也提議說 這個農地 閒置這麼多 為何一定要台肺拿土地 這是基人的積意 再來就是說 你們要承擔大糧倉 這個台肺土地 都是特定對象 要投過 農民大學 其實是沒有這個大學 要投過這間台肺的人才有主意 甚至 特定的合作社 才有這個主意 我現在又說 勞工處長 你 我先接到民眾的反應 就是新樓合作社 他大量用外路 不知道怎麼用 這個勞工處 這麼好又比較差 館長你也要關心這個工作 這都是基層反應的問題 當然你說大量倉 我現在所聽到 也已經有在說 協議價格了 到底 提供什麼進行 管長你簡單說明一下 我要再強調一次 避免以耳傳耳 如果台肺 如果願意直接做土地 不管說做 不管說不會 不會讓特定的團體 不會讓特定的個人 管政府樂觀其成 因為他們都想要去開發 這個農業的行善 我們都樂觀其成 如果台肺 如果因為他們土地政策的關係 沒辦法跟民間去定客 一定要透過管政府 管政府會幫他 這個質疑 管政府如果把台肺 做起來之後 要怎麼樣能夠來協助農民 去發展 去實施這個價位 我們都會跟農民團體 大家好好參加就對了 所以說 不可以說 台肺 本來就有在參謂說 阿公說就說 一定要透過管政府 或這邊就管政府 這樣 管政府在政一段 在退下結論 這絕對不對的 要發展一個農業 要發展農業 這是大家共同的心願 不會 管政府不會介入到這個地方去 得到什麼利益 我們只是說 要來協助農民利益 所以這點 我剛才非常感謝 我們黨議員 給我這個機會 來做一個說明 管政府輔助大糧倉的計畫 是農業處嗎 這農業處 農業處 管政府請請農的處理 來報告大糧倉計畫的進度 交代 議長請農業處長 請農業處長 請農業處長 謝謝議長 謝謝陳議員 大糧倉這個計畫的話 在這次前瞻計畫裡面 目前的分項裡面 並沒有這樣的一個案子 前瞻計畫沒有這個案子 對 前瞻 我們有提案過去 可是因為最後的城鄉計畫裡面 他沒有把農業 所以我們城鄉對應的部分 的一個建設計畫裡面 其實並沒有農委會的部分 那這個部分的話 那如果相關的農民團體 這部分有跟農糧署 或農委會的部分 這部分我們會盡力來協助 協助而已 不是你們主辦的嗎 現階段的話 因為我們有跟農糧署這邊去聯繫過 因為整個前瞻特別預算裡面 並沒有這一塊的部分 所以這部分的話 變成說 如果要推動這部分 可能還要再跟農委會這邊 繼續爭取 看有沒有其他哪一方面的經費 可以來去依助支持 市長你講的我聽不懂 你說前瞻性計畫沒有這個機會 但是聲在裡面 跟議員報告就是說 我們在爭取計畫的時候 我們是有提這樣的一個計畫 到行政院去爭取 但是整個行政院的一個規劃的一個計畫 前瞻計畫裡面 並沒有涵刮到這個區塊的一個施政項目 市長你可能不用說 這大糧倉的計畫已經 在行政院在說前瞻性計畫 炸的基層就都聽到風聲 怎麼會這樣 當然你現在說 大糧倉的計畫 你們再列入這裡 這就是我今天要問的 對不對 你現在列入 到底是 因為我已經有聽到基層 有的人有進出的補助 就已經在要宣佈這個業務進行 人就有聽到說 誰要進出幾千萬的補助啊 你現在又說 大糧倉的計畫 沒有在前瞻性計畫裡面 你們又把它列上去 跟議員報告這是一個時間性的問題 爭取的時候 其實我們當初就是有提案到 行政院去爭取 所謂的前瞻性的計畫的一個 這個計畫項目裡面 那這裡面可能是列在城鄉建設的這個區塊 但是目前來說我們去查 就是詢問農委會的部分 並沒有這個部分 但是他們會去用有機的部分 就是原先 農委會他既有的一個預算科目裡面 去找經費出來去支持這個部分 是啊 我聽到也像你說的 我現在就在質疑說 你怎麼再列入在 八年八千八百億的裡面 我說聽到用農委會的預算 對 像處理你說的 對 跟議員報告說 我們當初提這個計畫去行政院的時候 我們是希望可以去爭取更多的經費去支持 那農委會的本預算裡面的話 在有機這個項目 其實他的經費是非常有限的 那列入這份報告裡面 你知道嗎 社理裡面你知道嗎 你說沒有 不然就在社理裡面 這個是我們當初提計畫過去的 當初提計畫過去 那你現在上來議會算 簡單把它湊合一下就算了 這樣就對了 這不是簡單 這真的是提過計畫到行政院去爭取 提過計畫 你再說沒有列入 把前戰性計畫 我就不然會殺什麼 所以跟議員報告就是說 我們也很努力去爭取這樣的一個項目 這樣啦 這大糧倉計畫很大的價位 我要問說 現在的進度是告訴你簡單 細明一下 你說第三個補償 還是已經分枯整月好了 對的單位 還是有發包啊 有基礎工程 還是一些農業設施 已經在發包了嗎 有沒有 目前 縣政府的部分目前是沒有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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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底你要怎麼推動 管長也說責任他的單起來 現在大糧倉計畫 我所聽到的 有的是說縣政府這邊 不想碰這個區塊 你現在說都沒有計畫 還沒有推動 還是有計畫 但是都沒有推動 跟議員報告 這個部分 就縣政府的部分 就是跟議員報告說 我們1月份的時候 去跟行政院這邊 爭取的一個計畫方案 就是給議員看到這部分 市長 市長 我想這個議員這麼大 這樣你把最小的資料 送一份 資料來 台會這樣好嗎 因為在這裡說 我看 怎麼說不太多 市長你請坐 議長 不好意思 我現在說 我再接用一些時間 不好意思 因為 我們後面 中央共有十幾個議員 要說 好 好 你也已經說 要30分 20分 我就覺得這三個議題 都接著今天討論 後面還要10個議員 我知道議長 我現在 因為 這垃圾的問題 真的 本社所聽到 當然 只要其他議員說 我就不要再重複了 我們現在垃圾混合爐 這個飛沙運回 處置的問題 那是說 他如果是沒有毒 怎麼會千里迢迢 對台北市來 運來婚姻館 要來堆滋 要來利用 這如果是 有價的東西 在台北人就穿它 又搶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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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相信 這三歲的孩子 就都了解了 再來就是說 抵渣的利用 大家現在在說 自製